有许多矿业人口 但产业没落后 许多缺乏适次工作能力的失业民众 难以翻转贫困人生 为了帮助他们能感受过年的温馨气氛 瑞芳市紫会30日举办物资捐赠活动 透过公所与各里办公室的协助发放物资 希望弱势户能安稳过冬 瑞芳市紫会今天做寒冬送软的活动 我们的物资有1000元等值的物资 还有1000块的红包 瑞芳区总共有80户 双溪区有15户 平溪区有15户 希望借着这次的活动 让长者更受到关怀 然后也希望抛装营业的方式 让更多的善进团体 来这边做一些慈善的活动 让大家更有同理心还有爱心 这次瑞芳狮子会总共捐给三个区 一早物资来到瑞芳区公所三楼 在狮子会引导下 各里受捐者前来迁到 也有爸妈带着小孩一同前来 物资里的米粮 麦片 罐头冷纸机 还有红包1000元与保暖毯 让弱势户能做好寒流来袭的准备 感谢瑞芳狮子会今天特地办理这个 寒冬送暖冬令救济的活动 我们今天瑞芳地区共有80位的民众受惠 狮子会除了赠给每一位民众一个1000块的红包之外呢 还有贴心送了一个毛毯 今天开始寒流刚好来了 那到明天可能会更冷 那我们也呼吁我们瑞芳的各位乡亲 大家注意保暖 那冬天的话用使用流水器务必注意安全 除了瑞芳区 瑞芳狮子会也来到平溪区两处理办公室 及双溪区公所做物资发放 一整天行程爱心满满 也祝福东北角地区民众健康平安 新年快乐 记者肖浩文瑞芳采访报道